那另外我們今天請到游民小姐 游民小姐她這個是社畜救星 可能有一些人還不了解 什麼叫社畜 我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社其實就是日本 日本的公司有這火車 火車裡面吃的精神 家禽應該這樣講 那為什麼是家禽呢 家禽就你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就忘記自己的該有的生活了 對不對 很努力這樣 那你就是那一種 對 我是那一種 那你本來的工作是什麼 我大部分工作是做廣告創意 對 就是一般所謂廣告人 所以我剛剛聽陳醫生 還有那個木木講的 我其實都有 就我也有曾經睡眠 就失眠 長期失眠 然後到睡眠障礙 對 但是我的解決方式是什麼呢 我沒有時間去拿藥 我就是又 你連拿藥都沒時間 我連拿藥都沒時間 因為我一天工作 時數是十二到十六個小時 對 就連睡覺都沒時間 又更沒時間去拿藥 十二到十六小時的意思 就是你剩下八小時 你還要交通 你還要洗澡 還要什麼 對 然後我曾經一年 真的是幾乎睡不到兩個小時 一天 對 一年半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很想要得獎 就廣告人壓力 其實跟一般產業可能比較不一樣 一般產業只要業績好就好 也許我覺得跟節目製作也蠻像的 就是我們追求不只業績 還要追求得獎 對 你不可能就是做一個廣告 做的 賣得很好 可是這廣告創意很不好 那這樣也會被視為不好的廣告創意人 對 所以我們等於是雙重壓力 你有去檢查你的肝嗎 沒有 我覺得這很爆肝 我有全身健康檢查 我有全身健康檢查 對 對 然後曾經我一次 就是去健檢的時候 然後那醫生臉色凝重的 跟我說你的胃 好像有一顆腫瘤 然後叫我趕快去復檢 可是當時我的反應是 我是嘴角不自覺上揚 我是有點想笑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內心想說 我終於可以休息了 對 我終於可以休息了 然後我就趕快把這 透過長腫瘤 對 聽起來好難過 真的好悲傷 我曾經還想說 我要不要請那個假裝小流產 這種去請假 結果真的沒辦法休息 因為廣告圈真的很拚 每個人都很拚 然後我舉例來講 就是曾經 就還有那個女製片在片場 他都已經懷孕要生了 然後洋水破 緊急送到醫院去生產 然後還有那個我老闆 在拍片現場暈倒 因為他長沾黏嘛 然後送去醫院開刀 然後他醒來第一件事 他不是看他的病例 他是說腳本了 還要看腳本 對啊 所以我就趕快把那檢查報告 要給我們老闆看 然後我老闆突然恢復那個 恢復 就是對我很好的態度 因為本來都是要逼我們一直加班嘛 然後我就是因為那個檢查報告 就讓我可以修了快一個月的假 從社畜恢復人的生活 對 那那一顆腫瘤後來呢 後來就沒事 沒事的意思還留著 不是 就是醫生 良性的是嗎 對 良性 也不算 就是醫生檢查 好像看出物診 就是物診 對 因為你說你一年 每天都睡不到兩小時 這個事情怎麼會影響健康壽命 因為醫學上研究 確實其他原因撇住不談 最佳睡眠時間是七個小時 那六到八是活最久的 低於六個小時壽命就會顯著降低 高於八個小時也會 所以我覺得像你工作十三四個小時 就是讓我們想像 到我們以前住院醫師 其實我們住院醫師那時候也很難熬 沒得睡覺 每天睡很心鬆 我覺得那個就二十幾歲才行 像年紀大概大一點 撐不了 睡不到六個小時 我覺得很影響健康 我確實以前同事 每次看到我都說 你是那個眼角發炎嘛 就以前眼星都紅紅黃黃 但是現在還好 因為我現在已經休息了三年多了 對對對 那你說你當時常掉髮 對啊 我最嚴重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頭髮本來很多 然後就突然瘋狂掉髮 很像那個 一開始是鬼遞頭 然後就是側邊跟頭頂 然後我那時候不以為意 因為我想說 反正頭髮那麼多 掉一點也還好吧 然後後來就開始枕頭一直掉 就很像那個化療病患 就真的很誇張 然後後來我就去看中西醫 都找不出原因 對 然後我在想說 應該是那個睡眠不足的問題 對 鬼遞頭很明顯是一個免疫系統的疾病 那免疫系統就跟休息很有關係 所以睡不好是確實會鬼遞頭 是 抵抗力一直在下降 對對對 然後我去看中醫 那個中醫還跟我說 你身體很好 他說你這種作息 只有掉髮而已 他說很多人都直接倒下 就像我們產業是 很多很多人 就是很年輕 有些才二十幾歲就猝死 對啊 是是 那你後來說有去中國工作 對 我後來去上海工作 對 因為起因就是 壓力比較小 沒有 那裡更大 那裡更大 對啊 那你在臺灣已經夠大 你還找一個更 壓力更大的 對 主要是因為我那時候掉髮 我就開始休息 然後休息了快兩年 然後我就把所有存款都用完了 對 而且我是每個月 還要給家裡寄錢那一種 對 我是先存了一年的錢 我才敢休息 就是連掉頭髮 我都不敢跟家人講 就是因為我們家知道我掉頭髮 然後他第一句話是問我說 這個月前有沒有寄 就可不可以寄來 對 所以我當時經濟壓力也是很大 可是因為身體出狀況 是誰這樣講 我媽 對 後來都是媽媽 對 然後然後反正就是後來那休息了快兩年 然後 你心有冷冷的嗎 我還好 我是反那個勤勒高手 對 那你怎麼說 沒有 我就說就先存好啦 你不用擔心這樣 對 然後反正後來 那也我覺得是因為那三十七歲 大雕法 讓我有一個新的契機 對 因為我那時候很 反正很閒嘛 因為我也是靠一些接案子這樣 微量的收入 生活 然後我就經過一個路橋 我就看到一個遊民 所以瞬間我就很羨慕他 因為他不是低頭找垃圾 他是很像抬頭看天空 然後我內心就想說 為什麼我只能抬頭看天花板 低頭打鍵盤 對 然後我就覺得我連抬頭觀察天空 那個自由都沒有嘛 對 然後我內心就種下個種子 就覺得遊民就是我喜歡的生活 可是因為我還要有錢嘛 就因為我沒有錢 我沒辦法有餘育過這種生活 如果你真的去坐北車那種遊民 我覺得可能對我來說更不自由 所以跑去中國了 上海 對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有同事推薦我去 然後就除了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也沒錢嘛 然後除了他們薪水 同時級的廣告圈 大概是臺灣的兩到三倍 對 然後再來是我想要去接觸一些國際型的客戶 還有他們那邊媒體的玩法比較多 因為我是做數位廣告的 對 後來我就去了 可是因為我內心一直有想要過這種遊民 生活的種子 所以我覺得我在上海工作五年多 完全是為了服務我這個夢想而做的 所以多賺一點錢以後才可以當遊民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對 然後在那裡更 他們所謂叫內權 他們那裡更內權 應該說 內權就是更競爭 更競爭 因為我那時候去 他們還沒有所謂的躺平主義 他們就是所謂的狼性 對 就是你要很積極拼 你要很認真 然後尤其像做廣告 網路都已經二四小時了 對嗎 那你做廣告 你就不能休息 不能停 對 不能睡覺 有同事直接拿稅袋 稅公司 對 就是他們所謂的互聯網 就像我們的 也是像網路行業 你要去競爭了二四小時不能停的網路行業 所以他們很多那種大處 像大家知道雙十一 六一八這種 他們是直接拿睡袋 帳篷 進公司睡覺的 睡在公司 睡在公司的 很可怕 很可怕 是是是 那後來在那邊工作了五年多 然後呢 後來我就是快四十歲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我的出現 應該安慰很多人吧 因為像木木是被一家公司開除 我就是被十三家公司開除 因為那裡又競爭 然後又現實 因為他覺得我花高薪請你來 那如果你沒有達到他們的要求 他們是直接換人的 對 然後他們底下人其實也很拚的 對 就是你在這種更高壓的環境 然後我那時候內心就有一個想法 我就覺得不行這樣 然後四十歲 我就接觸了一篇理財的文章 我就覺得原來人生可以這樣過 就是還有不同的操作 是 對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我好像要稍微搭配一點理財 對 就是我追求的是我人生自由可能多一點 但是財富自由也許少一點 那錢夠用就好了 是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